今天我們要來示範兩款浪漫的編髮造型 使用的配件有髮圈 還有像這樣子的羽毛髮飾 髮夾 還有像水滴狀的羽毛髮飾 來做變化 首先先用像這樣子的亮油 來幫我們的頭髮做準備 擦完之後頭髮會變得更滑順 而且光澤感會更好 整理好了之後 用梳子稍微把瀏海分一下 我習慣是分成3比7的部分這樣子分 先把它分好之後用髮夾固定一下 然後在頭髮7的那一邊 分出更多的頭髮來做準備 瀏海也是先夾好 這樣子等一下編髮的時候呢 才不會順便編進去 這個時候呢 在後面的頭髮大概是分成2比8喔 然後呢分成8的這邊呢就可以開始來編髮囉 抓一小撮頭髮大概是像這個樣子來做準備 這個髮型基本上就是分成上下 然後還有左右這個樣子喔 大概是上面這個部分呢我們要編成一個辮子 然後下面那個地方呢編成另外一個辮子 上面這邊的辮髮在之前已經教過大家了 就是三股辮然後呢抓入旁邊的頭髮抓進來 像這個樣子順著原本的辮子呢編進來 這個樣子呢你就可以把這條辮子喔牢牢的固定在頭皮上面 所以呢是原本的三股辮加上一點點的變化 到最後我們使用橡皮圈來固定一下辮子 剛還分好的這邊把瀏海也抓過來不要等一下一起編進去喔 抓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準備編另外一邊的辮子了 編的時候一樣喔順著頭皮往另外一邊 像剛才那條辮子的方向編 因為最後呢這兩條辮子喔是要合在一起的 後面的辮子呢比較難編慢慢的練習熟能生巧 編法跟剛才的辮子是一樣的喔 也是簡單的三股邊然後抓旁邊的頭髮進來 每次抓的時候都要順一下頭髮這個樣子才不會打結 抓進來之後呢就按照原本的辮子繼續編下去 看現在這邊已經有辮子的樣子了 往另外一邊這邊拉過來喔 這個樣子等一下兩條辮子才可以合在一起 一樣把它編到最後的尾巴 然後呢用橡皮圈來固定 這個時候呢要怎麼樣把兩條辮子合在一起呢 把小辮子這樣子纏在較粗的這個辮子上面 像這個樣子慢慢的旋轉繞過來 然後兩條辮子合在一起之後呢開始扭轉 當你扭轉的時候呢它自然而然就會變成一個 像這個樣子的包包形狀 這個時候再拿黑髮夾來固定 固定好了從後面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戴上我們的髮圈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優雅很秀氣呢 從側面看起來的感覺是這個樣子喔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造型 如果你不喜歡髮圈也可以別上今年最流行的羽毛髮飾 別的時候呢感覺它像髮圈一樣順著你的頭型別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點變化喔 因為剛才那個編髮的盤髮造型呢比較正式 所以呢它比較適合參加晚宴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做一點點的變化 把比較粗的這個辮子喔完全放鬆 放鬆之後呢用橡皮圈綁一個小馬尾 像這個樣子 稍微繞一下整理一下頭髮的捲度 然後呢把這個小的辮子繞上來 繞住橡皮圈的地方 這樣子就看不到橡皮圈了 繞好之後一樣用黑髮夾來固定 我們的黑髮夾是像這樣子喔 先反勾下來再往上固定 這個樣子固定起來就會非常的牢固 整理之後呢可以像這樣子戴著羽毛髮飾 或者利用像這樣子有點垂坠感的羽毛髮飾呢 插到剛才橡皮圈的地方 看起來感覺也不錯吧 比較活潑比較俏麗 如果你不喜歡羽毛的話呢 像這樣子的髮夾也可以拿來利用喔 夾在下面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就很淑女 整理一下捲度 從後面看一樣很漂亮喔 這個就是今天教你的盤髮編髮造型 我們利用了四種的髮飾來幫忙喔 不知道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這個禮拜要介紹的是兩款一樣 漂亮閃亮的紫粉色系眼影盤 專櫃品牌YSL推出四色眼影 可以乾濕兩用 呈現自然以及飽和兩種妝感 並附上濕擦專用的眼影棒 有淺粉紅、粉紅、紫灰色以及紫棕色 要價48元 和YSL一樣是LOREAL集團下的開架品牌MELBULIN 推出了四色眼影盤 其中這50號顏色幾乎跟YSL的一模一樣 一盒只要8元 不過粉質稍微粗糙一點 YSL可以乾濕兩用 亮片細緻 MELBULIN四色眼影盤燙 YSL的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粉質稍微粗糙一點 本週的美妝二選一 你會選哪一個呢